後來鄉親在新聞修宣來看新港鄉三河公園兵 日前有民眾發現有人頭到建築火器物在公園裡面 現在這些青春燒炸的本色是由清潔和對清清潤調 看補教和健鋒也會來加強順勒啟雜 說要來抓出這名給一個鄉手 台有兩三代的建築火器物 就這樣比不少入價到在新港三河公園兵 行為衝動的困擺 民眾是有何發現公園被人家故意亂倒火器物 來配平入價很失地 鄉長和官員員馬官來探查 要求全補教和健鋒要加強順勒啟雜 不能讓亂倒火器物來受驚一再發生 既然沒有公敵心 一間本色在不法支出的 經常都來做本色 躲在我們新港三河公園 希望我們管府的執行單位 可以加強來巡邏 讓我們新港三河公園 不要生為本色三河公園 一定把兇手吹出來 把他繩之以法 把他二祖叫他後面無關亂倒 警方和官補教約在隊雜委發者 憲長的新郵鄉公園親吻處理 先有關污染部門先請 管理機關應該香港相關所做清理 後續如果查到行為人再以法辦理 因為目前不知道它的來源 所以在有沒有委員到會行為第幾條 因為還沒有查到到相關施政 可能有沒有委員到會行為第幾條 可能要試有沒有查到行為人再做判斷 因為不少業者真知道如何相片法律 和上欺財困難度 和隨便亂倒的外風一直沒辦法有效來做事 相關黨委必須提出更加積極有效的控制措施 拼命民眾和環境一直受害 大中華新聞 東文新新港 蔡宏寶德